翻過手板,明年的新式春聯正式發表了 在市政會議上,市長鄭文燦和書法家朱正南 開心地宣布了明年的新春聯 明年是庚子年,但市政府打破了生肖提字的傳統 邀請朱正南、鄧克鈞浩兩位書法名家 揮鴻鶴年峰和四季平安兩幅春聯 希望可以讓桃園市民們平安喜樂、安居樂業 那我們今年春聯選了兩個字樣 請兩位書法名家來撰寫 第一個字樣是明和年峰 是由我們的書法大師朱正南老師來撰寫 另外一個字樣是我選的 是一年四季平安喜樂,叫四季平安 另外一個是由在地的清秀書法家鄧君浩所撰寫 這兩個寫的不一樣 為了讓觀眾先讀微快,記者直接開箱給您看 先開啟的這一連是四季平安 出自於青年書法家鄧君浩之手,由市長鄭文燦親自署名 接下來這一連則是出自於書法家朱正南的筆項 由市長和議長共同署名 兩年開啟之後,掛在辦公室的門口雖然不是對聯 看起來也是喜氣洋洋 那往年我都用十二生肖,本來是想說迎接曙光 那我想這個 這個那個 最近我們有把這個所有的像燈會啦,像這些用十二生肖排序的,我們稍微打破一下 每一年都可以有不同的字樣,不一定要跟著十二生肖走 我想這個是一個新的改變啦,所以就不再做用十二生肖的方式 新發表的春聯即日起就可以開始領取囉 明和年峰透過區公所和區理系統發送 而四季平安的限量版春聯則要到市政府一樓服務台或各區公所服務台來索取 有興趣的民眾可要加緊腳步囉 桃園新聞,陳彥任市府採訪報導